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最後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醫病糾紛頻傳 醫師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大家 醫師們有哪些言行舉止 可能會引發病患怒火 三位藝人 有哪些不愉快的看診經驗 醫病緊張的關係 80%來自於溝通不良 到底醫師講了哪些話 會讓人要誤會或是不了解 哪些行為會讓人理智斷了線呢 來 講話尖酸又刻薄 不毒舌不開心 我們以前老師帶我們去查房的時候 那個家屬是 很多老師喜歡 五六點去查房很奇怪都睡不著 七早八早就去查房 我們最後醫師都要跟著去 去的時候家屬都已經穿好衣服 在那邊等你了 他們就在那邊等醫生去檢視病情 但是現在哪有 現在我們也是去查房 都沒有人 只有那個外勞還躺在那邊還在睡覺 家屬也很少來陪 大部分都是外勞在陪 我們還要把他叫起來 我告訴你 跟你老闆講一下 所以整個醫病關係在大變了 所以現在我們所有的醫學生 都會被上一些那種 怎麼樣人際溝通 怎樣跟病患解釋病情的課 不然的話依舊實在會太多了 但我講的是我們以前的老師 現在講話尖酸又刻薄 不毒舌不開心的病 那個醫生 大概很難在現在的醫療環境裡面 生存 大概都是要以前的老師 我們以前有個老師 他是一個肺癌的權威 他非常非常有名 幾乎北部的肺癌 有三分之一都在他的手上 可是他有個特性 他不喜歡那種 第四期第三期末的病人 因為他覺得那種病人治療效果不好 他覺得他的病人 都要治療效果很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第三期 第四期來找他 通常不大願意去接 可是因為他很有名 所以很多人他被診斷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肺癌很容易 被在末期才診斷出來 所以很多診斷被末期的病人 他會想要 因為你很有名 他們想要去抓一轉明燈 所以還是會跑到這邊來找他 那時候我跟他的教學診 就有個病人 他其實已經在外面 在大醫院醫學中心 已經逛過兩三輪了 每一個都跟他說 這個現在沒有什麼 很好的治療方法 你大概就是剩下三個月到半年 所以他就輾轉了 就跑來老師的門展來找他 就他一走進來的時候 就一樣嘛 照例就是帶了一大疊厚厚的光碟片 病例 就給那老師看 老師慷慨來一看之後 他就說 奇怪我都不大懂你在想什麼 然後那個病人就說 怎麼了嗎 某某醫師怎麼了 怎麼會想 我說不大懂 他說如果我是你 我現在就應該去 趁我現在還能走的時候 有沒有 我就去外面多走一走 累了就回家休息 他如果說等到哪一天 真的闖不過氣來的時候 我就看是要在家裡 死掉還是要到醫院裡面 再多生個兩天 他說我絕對不會像你這樣子 到處浪費自己的時間去逛醫院 去逛醫院 他說你不累嗎 你說這家醫院做個這個檢查 那個家做個檢查 又重複 然後每次這個檢查 又花了很多時間 你幹嘛把你剩下 那麼有限的生命 浪費在逛醫院裡面 對啊你不用啦 你這樣子根本就不用 我跟你講我是不是 趕快回家 你趕快回去啊 沒有什麼機會了 哇變成臉這綠 他本來是抱著一線的希望 又被一個名義打槍成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想 那個醫生講的話 其實他沒有講錯 只是說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來表示說 你可以其實真的不用這樣到處去 你說這四個月 你想吃什麼 喝什麼 竟然快 對這是另外一種講法 我們之前還有乳癌的名義 他也是這樣子 那個病人走進來 因為那個病人也是一樣 他先生陪他進來 他右邊的乳癌 也是長一個乳癌 然後長得像花椰菜一樣 還有20公分 很臭 所以他整個包布這樣包著 他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都聞到那個味道了 他一打開的時候 就整一整朵這樣爆出來 那個主持人一直看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兩個是沒讀過書 是不是 還是都不是 然後他們就有點呆掉 因為以前醫生很詮問 就不敢講話 他說 長這麼大才來 你們不知道這個是乳癌嗎 他說用腳想過 知道這有問題嗎 怎麼會有人搞到這麼大才來 怎樣你們是住在 山上還是住在海邊 與世隔絕 怎麼會資訊落落成這樣子 搞到自己這樣來 你們才幾歲 又不是八九歲老年 四十幾歲的人搞到自己 乳房二十幾公分腫瘤 現在才來看病 真的是 真的是外星人 你看 然後家屬跟那個 病人兩個 就像頭弟弟的 不過最後那個走私醫師 還是有幫他治療 像我們現在當然不會 我們現在如果看到這個 二十幾公分 一定會想說 沒關係啦 那個還是有機會 我們還好好的處理 差很多 有的意思 他天生不是這麼親 他就覺得說 你一個人好好 為什麼不愛惜自己 要弄到這樣 對 所以他發脾氣 其實是有點親人關係的 對 是表達的問題 對啊 不過現在不行了 現在我們都比科技了 我今天分享一個以前的同事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直性的 非常非常直爽的人 不太修蝙蝠 不過他的醫療處置 內容技術都很不錯 看起來有點邋哩邋 不過人是非常非常直爽的 他也是看病 就有一個年輕的大弟弟 大概十八九歲 我們知道大家聽過 自發性氣胸 沒有 很多人聽過自發性氣胸 就是我們的肺炮 破掉 破掉之後呢 他有時候量很大 他必須要放個胸管 放個胸管 所謂的胸管 意思就更換解釋了 等一下我在你的這個胸部 開一個兩公分的傷口 我們會有一個管身的肋肩 我們把肋肩打開 放在你的胸腔裡面 去讓氣排出來 你的呼吸又改善著 聽起來很可怕 那這個弟弟剛好也是非常非常緊張型 他一聽了之後就很可怕 醫生這一定要放嗎 你能不能不要切 切小一點 醫生我能不能不做手術 醫生就說 不行 一定要手術 要不然等一下可能會呼吸困難 會很生命危險 當然講的有一點 這個誇張 嚇唬他 希望他接受手術 那在接受手術 通常這種手術 基本上就是一個局部麻醉 醫生的技術很熟練的話 十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可是因為病患是清醒的 他會看到醫生拿著刀子 刀子 剪刀 或者一些外科器具 在你的肋肩就一直在搓啊 撐啊 切啊 然後把他管子給送進去 所以這個弟弟呢 因為他是局部麻 他是人情形的 所以他就很害怕 他就一直在閃躲 那醫生在做一個侵入性處置 尤其是熱肩 靠近左胸心臟的時候 醫生其實也會擔心風險 就一樣不要動不要動 就用命靈似的口氣 不要動不要動 不過這個弟弟越這樣子 他就越害怕 所以醫生在後來做 最關鍵一個動作 把胸膜放進去的時候 他這個弟弟就突然間 做個大動作 從床上就是好像散 差點甩下來 一甩的時候 醫生就突然間 結果聲音這個理直線斷 這個像瓜哥講的 他就突然間斷掉了 突然間就開始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你到底有沒有弟弟 他現在頭還往下看了一下 其實是講說 其實你如果痛 你可以好好跟我講 我可能會再追加點麻醉藥 可是這是一個很緊急狀況 就是關鍵步驟做的時候 變換成一動 醫生很擔心 會戳到一些重要器官打出去 所以他突然間一個本能性反應 因為個性就很直爽 就兩句話出來之後 這個大弟弟當然就很窘迫 當然就不開心 現在這個環境 醫師常常被上人際溝通 關懷這種課程 那我們有個住院醫師很特別 他是人格比較特別一點 那平常就是長頭髮 但他披頭散髮 然後講話非常直接 想什麼直接就會講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跟人接觸的時間 還是蠻多的 那有一天有個中年婦女 她就是胯下 在私密處那邊長一個粉流 那其實粉流非常常見 但她也不小顆 然後你如果要動那邊的手術 就是內褲其實都要脫掉的 那我們治療室呢 可能就是還是人來人往 只有一個簾子隔起來 原則上不會有人去開 但是基本上 人躺到那個開刀房的那個台子上面 就會緊張 所以這個婦女她躺上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那個住院醫師呢 就講話聲音就是很直接 她就是說 就是叫她快一點 催促她 說你動作快點 我們要趕快開一開這樣 然後那婦女躺上去以後 她消毒好鋪蛋完 要打麻醉針的時候 也沒跟她講 就嘟了去 然後那個婦女就叫很大聲 然後我真的是很慘的聲音 就最經典的是那個 那個住院醫師就跟她講說 叫什麼叫 這麼會叫 你老公怎麼受得了 全部 連白痺的人都聽到他們兩個的對話 一時之間 整個那個治療室都非常的安靜 然後後面呢 這個其實這個婦女也是非常 你已經打了啊 你也不能下來啊 那她就說 可是我很緊張啊 然後我那個住院醫師就說 就叫你不要叫啊 你就趕快 我就趕快開開就好了 然後其實那個從頭到尾 其實她也是很緊張 但是她就是嘴巴有點污住的感覺 不敢叫 然後也不敢動 其實不會痛啊 但是她就是很緊張 我有一次也是去看一個 那個皮膚科醫生 可是我比較尷尬 是因為我就從小腿這邊 開始長了一些疹子 然後就一開始不會癢 後來就開始發癢 然後靜靜就長到全身都有 你知道嗎 那後來就跑去 在斯大陸上面有一家 非常有名的皮膚科醫生 就跑去那邊看 而且她只能夠現場掛號 我一等啊 她就看到半夜的這樣子 我在現場大概等了快四個鐘頭 因為已經發生有幾天了 那終於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好開心 然後那我要好好的跟醫生 講我所有的狀況 然後就從這個三天前的食物啊 因為不曉得是不是食物過敏 還是說是被什麼蟲咬到還幹嘛的 我就跟醫師講 然後還做一個紀錄表 就說醫生你看 我吃了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醫生就這樣子 完全不想要理我 他就說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我剛剛都沒有在聽 你那個表也不要只有看 然後我就一直整個很緊張 然後就像這樣子 因為我只要那種一緊張 或是說開心的話 我整個人會脹紅 我現在耳朵都是紅的 然後醫生看到我整個人都脹紅 比現在更紅的時候 他說 你現在怎麼樣 你現在是過敏還是 你剛剛亂吃東西是不是 你剛剛為什麼不講呢 然後我就覺得 沒有其實我是不好意思而已 然後就被醫生給轟 所以他說 沒事你去外面等 我等一下開藥給你吃就好了 然後出去之後 因為上門比較大 然後外面很多很多病 他有幾十個人在 然後大家都聽到 可是他連看都沒看到這樣什麼病 他其實有看 我就是把他拉起來 就褲管拉起來給醫生 他說我從這邊開始長 然後長到全身 然後會癢幹嘛的 然後他就說 這樣子 好那沒什麼 因為我做紀錄表 他不想看嘛 所以我就 好是醫生 那我就出去外面等我的藥單 這樣子 結果出來之後大家都在看我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只是想要當一個好學生 跟你講而已 然後結果 我吃的抗主治安還沒有好 是去看了另外一個醫生 皮膚科醫生 他說 你這個是因為洗衣機不乾淨 所以你就是你知道 皮膚就過敏了這樣子 沒事擦藥就好了 不用吃藥 嗯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